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枝丸 看到這個畫面呢特別舒服 因為我沒有花任何的鑽石就把這個瓢出來了 這個畫面真香 今天要來介紹的角色是這個夜三小太郎 新出的角色就是那個動畫裡面那個五指雲球哥吧 說實在話呢他有什麼動作呢我已經給忘了 他吃的是紅卡耶天啊 他吃的是紅卡 給了四個 那四個呢基本上我通常連想都不會想 我會直接換金幣 因為我不可能抽他 沒錢 無課就是過癮 然後呢有個小問卷跟其他呢 我們就不多做贅述了大家自己慢慢看就好 我們就直接來到球員介紹的部分來開箱囉 首先第一招雷霆突破 我跟你講好快 第一招看起來說實在話有點太快了 怕 接下來是他有跑動技能 還不錯 嗯不錯 蠻快的 接下來他有投籃 速投有點像是這個刺濕的加速版 因為刺濕被nerf了嘛 這看起來有加速版的感覺 啊想到被nerf 我的螢幕壞掉了 所以我近期都不會開任何黑子的直播 沒有辦法我的螢幕壞了 我等到螢幕回來之後呢才能玩 因為黑子跟灌高這種高幀率的這個 遊戲沒辦法用爛螢幕玩 所以等到我的螢幕送秀回來才開始玩 那這個開箱影片也只能稍微做開箱 那之後呢等回來說再看看他的實戰效果再如何 然後還有速投 然後上籃 欸這不就刺濕嗎 我感覺有點像刺濕啊 因為開箱刺濕欸 大家覺得是這個雷冰運球 隨著比賽推進分別會進入三指四指五指 改變運球的姿態可以更多的籃球技巧 說實在話這名字他媽真他媽中二啊 洛山高中 OK來看一下技能天賦吧 第一招雷霆突破被阻擋機 基本上這種東西都是必中的嘛 說實話 然後他可以拉回來突破兩次 我真的覺得越開越像刺濕了 那晃倒機率增加 瞬閃是什麼意思 喔 三指運球的時候可以往前衝刺喔 如果沒有按搖桿會往籃框跟那個誰啊 立鬆不一樣 立鬆是往後他是往前 瞬閃可以接上籃的話 那有點壓力 瞬閃可以再接圖 四指運球 往前再接突破 那這個可能要帶到能量套的角色怪怪的 那晃倒片倒對手 命中率會提升上籃 繼續提升 雷鳴一閃 喔越來越快了 加快版刺濕 然後nerf刺濕 又喂這套邏輯 恩 如果他能銜接上籃 那上籃的勾點如果是這一拍的話 這一拍 的話那就蠻 中風壓力就蠻大 因為你要拆這邊的上籃跟 滑回來的2點上籃嘛 那感覺這個可能會被吃到深味 如果他上籃2點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希望他是沒有上籃2點 唉唷他有主攻 招式耶 那我就喜歡這角色了 而且他媽看起來跳超級高的耶 甘霖你還真是殺小 那這個版本大家都知道 所有主攻都被buff了 說實在話我 螢幕還沒壞掉之前呢 玩這個版本 玩得很爽 因為呢 基本上所有招都可以用看的蓋 那這個角色又有主攻技 所以我覺得特別的舒服 不過他是要按加速鍵才有主攻技喔 大家要特別就是這一點 有點像那個誰啊 呃 劉偉 這個是 黃賴良太 OK 但這感覺很容易吃重瓶 看來這個不太實用的招 除非他可以轉身 噢 這個很好有沒有 這個差很多 這個長谷川 這東西是這個遊戲最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玩這遊戲 其實都不知道要把發行件鬆開 那這種遊戲呢 你如果直接 你們可以試試看 直接走 然後再把發行件拉回來 你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你也容易拐一下頭 但是 有這種技能就特別舒服 你不用去拉發行件放開 或是轉發行件 那會讓你的防守效率更高一步 我覺得還不錯 那說實在話 我覺得主攻點出來 嗯 假設他主攻夠強的話 我認為他目前看起來 幹你娘 不對他吃的大招卡好多 他好像如果無課只能 當一個工具人用而已 那野性的直覺 就那個嘛 刺絲嘛 那有一二段 呃 速投 有機球的時候可能比較威脅性 那灌籃 哦 那要拆了哦 那應該是偏踩為主吧 那我認為應該是 我覺得上籃跟投籃應該是同一拍過點 就是這個上籃技能跟這個 我認為應該是對位去蓋 這一拍的一 然後中鋒呢 去蓋投籃的二跟上籃的二 看起來是可以全防 說實在話 脫步上籃 這傻小 這感覺好爛哦 我感覺超好蓋的 好像是廢兆耶 這個 突破上籃 這一樣 這廢兆 這四十嘛 二段 這有點強 為什麼我覺得他搶 是因為 我感覺啦 這個會被吃到身位 這看起來有點可怕 他身位吃得有點大 當然這角色不能分球 所以他進來的時候 另外一個位置可能要進來協防 他如果不能分球的話 那我認為這招 要另外一個人來協防 不然對位的高機率會被過掉 高機率會被吃身位 那拋籃 他有三段 這應該算是2.5吧 但我覺得2.5應該比較爛 這個感覺2.5比較弱 2.5感覺比較弱 反正2比較強 再更快一點 五指的時候會更快 但不知道到時候能不能看到 這個人有幾指上 幾指的模式 如果是五指模式的話 對方能看到的話 咦?阿怎麼大九指頭這樣 大九指頭這樣就沒了 運球10倍降低超級的機率 運球10倍降低超級的機率 鬼斧神雷 沒凸出表現 喔這就是歡呼嘛 有歡呼的特性 那進入三指雷鳴狀態後呢 每晃倒 晃倒還會加能量 藤真劍絲嘛 這我懂 集藤嘛 嗯 我覺得這角色 有點像 不能分球的刺激 說實在話 我 除了防守之外 我看不出來他強在哪 我看一下他防守能力 喔90耶 你贏了耶 這比火神還高耶 我幹90耶 跑動92喔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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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覺得超噁心的 有點快 那再加上還有火鍋技能 我認為這角色在目前現階段版本會很強 因為全蓋版本嘛 那角色我認為是打日向的好工具 我認為啦 我覺得他有點 他如果單純當工具人應該是很強的 但是他不可能拿來當主攻手 我認為他當主攻手太爛了 因為所有招都要頂投 然後所有招都要猜拳 而且一定會吃到干擾 因為他沒有後撤嘛 大家可以看他的技能都是後撤 然後也不能分球 所以他不能單合 他一定只能打副攻手的位置 可能外面來一隻掛雞腳 然後他繼續裡面拆一個2點或2.5 那去做猜拳博弈 那我認為他是可以玩的 因為他防守 但是這個角色就很吃操作了 這角色比較偏向於課長玩會很爛 那如果你不是課長玩 你是純實力派的玩家 我認為我會蠻強的 因為這個角色呢 他是長谷川一隻 那課長的話 如果你是屬於課長 想要課就馬上贏遊戲 我認為這角色應該不會適合課長 但如果你是純實力派想要拚全防的玩家 我認為這角色應該是有辦法做到全防的 在現階段版本應該是有辦法的 而且也有一定的進攻能力 但是比較美中不足的是他吃的是紅卡 資源稍微稍顯貴一些 那就看個人的評估了 我個人是認為有強度啦 就長谷川的概念 那以上就是這個角色的強度跟開箱 我認為應該就T1級別吧 還不錯真的還不錯 因為他主攻真的太誇張高了 92太扯了 離譜至極 我記得火神才 火神好像87吧 我印象中 火啊這個加過了 這個不知道潛能拔要是多少 這個不知道 我記得火神沒那麼 沒有那麼的格 我查一下這個火神的數字好了 等我一下喔 我查一下 當作在隨便吧 我查一下這個數字 數值 好像不一樣 找不到那篇文章了 有點可惜 好吧那算了 那去看一下 我記得他火神 比火神還要再高 因為有點誇張 嗯 觀察一下吧 我認為要觀察一下 但我感覺他很強 因為這個版本 有二號位 說實在話 沒有比較好的二號位 像清風就太慢了 我覺得他要完全取代清風的概念吧 我覺得他可以繼續取代清風 因為他可以猜拳 我覺得還不錯 應該是優秀的選擇 我覺得課長 對於自己進攻有能力的 防守有能力的 就是自己防守不錯的課長可以玩 但如果自己找到自己基本功不夠的 這角色絕對沒辦法讓你輕鬆上分 就我的觀點是這樣 那以上就是這角色的開箱 跟我自己對他的評價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 掰掰